大家好,我鄧慧文,阿輝,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然後另外一位是我們的好朋友,導演盧建章 哈囉,哈囉,大家好 今天有機會請到兩位一起來 就是因為我跟好朋友閒聊的時候 一天大家約吃飯 你時間有一點點很多 就前面在幹嘛呢 有什麼事情那麼重要不可以改 我一天去滅火器的新專輯的搶廳會 但是他的做法是用一個像劇場一樣 你可以進到表演者身旁 然後看他們演出每一首歌曲的情境 我看得很感動,我眼睛一直滴,一直流 因為想著我兒子,想著我爸爸,想著我媽媽 我會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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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我是很容易被打動,然後就會忍不住一直講 我身旁朋友還蠻困擾的 我告訴你,他去看完你那個搶廳會之後出來 剛好大家有一個下午茶聚餐 我們都透過他也沉浸試題 沉浸在他的描述當中 非常沉浸 我今天去一間很不錯的下午茶餐廳 帶他出來,我都不記得我吃什麼甜點 我只記得他說什麼 真的非常沉浸 所以現在就請大正來介紹一下 這次是新專輯 這次譬如說家和萬事心 對不對 所以這次的創作的理念是什麼呢 其實這是一張比較家庭面向的專輯 大概我們都知道 20年的時候來了 這世界被一場疫情席捲了 停機了三年 那其實現在回過頭來 當然疫情平穩 然後生活漸漸回到正常是很棒的事情 可是當時其實全世界都很恐慌 那我們身為創作者表演者 很多的日常就被迫改變了 那結果現在想起來 反而是好像一個禮物一樣 因為平常忙碌的步調就停下來 然後有更多的時間在家庭面向裡面去感受 所以當疫情過去我們又要重新啟動的時候 推出這張專輯 也記錄了當時很多想要給孩子的一些訊息 這樣子就是 當我們再重新出發 要推出新的作品的時候 當然就是會反映在前些日子的狀態 會反映在這些的作品裡面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張 它的架構大概是講述 從出生到死亡 會有很多的 比較像是在講 出生到死亡會有很多的你要遭遇的事情 然後我的出發點只是說 把每一個人生階段的一些 我經歷過的 然後我可以去把我的觀點分享出來 那我還沒經歷的我可能可以去想像 所以這十首歌裡面 包含了這個 對孩子的期許 那也講述自己青春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那去講述自己喜愛的事情 我是用什麼態度去面對的 去講述 當你遇到寂寞的時候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去講述你如何在人際關係裡面 灑脫的放下 去講述如何在一段很混沌的歲月裡面 去自我的對變跟成長 然後去講述感情的歸屬 去講述對女兒的期許 去講述對女性的尊敬 去講述自己死亡的時候 期許自己死亡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目的其實除了 我覺得疫情也讓我們看到世界的無常 所以我覺得我會想要留下這些訊息 就是我有兩個孩子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在 是在疫情期間出生的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不在 可是我希望他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當然我在是很好 但如果我不在了 在他們面臨這一些生命的考驗的時候 還有我的聲音可以陪伴他們 這樣子 這是最初的出發點這樣 我想這也是打動建章的地方對不對 因為其實在我旁邊的是兩位父親 然後都非常的愛小孩 而且非常的投入跟小孩的相處 其實大正剛剛在講說我們有小孩 然後會想說有一天我們不在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留在那裡護持小孩 我記得你之前寫書的時候也有講過一模一樣的話 不是那張院趴在窗口 兩個小腳丫背影的那本 那本書我本來要叫做給如願的遺書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這種心情 我覺得我可能我覺得我自己跟大正有一些 我覺得生命的軌跡是相疊合 就是說以前我很叛逆就是只要是什麼規矩 規定是怎樣 我就會想說打破那個規定看會怎麼樣 但是等到你有孩子之後 我覺得很奇妙的就是我的心性大變 變成非常的在乎在意家庭 然後非常的想知道說那之後會怎樣 這世界到底會如何 然後我變得非常的焦慮 我的焦慮不在於我 因為我以前根本就不怕自己會怎樣 可是我現在就很怕這世界怎麼樣 害我的孩子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個就是當我有孩子之後 我覺得有人說過一句話 那是那個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 那個Interstellar裡面講說 每個父母其實都是孩子的鬼啊 鬼喔 鬼就是你其實反過來說就是我們會去守護他 我們會想要用我們一切的力氣去守護他 可是鬼在這世界上其實有很多事情 他是沒辦法做的 因為他沒有行李所以他沒辦法推動任何事情 可是他有滿滿的思念跟焦慮在 我覺得那是一個只要你成為父母 你一定能夠理解 但是就算你還不是父母 你一定也會理解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是某個人的孩子 所以我對大正這張專輯很感受非常的強烈 因為我知道大正在做什麼 他也許本來關心國家 現在他關心的是國家裡面的那個家 因為而且最精彩的事情是我們每個人都來自於一個家 然後我們每個人不管 你說我沒有生小孩 你有養你的小狗小貓 他們就是你的家人 你也有爸爸媽媽 你說我跟他們感情不好 就算感情不好 你們有感情 我覺得很多關係都是 當你越來越大越來越在意這世界的時候 那些關係會更具體而且成形 然後你也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 你可不可以為這關係做點什麼 儘管你可能不自主 但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當你陷入這樣的關係之中 你搞不好反而因此自由 你的思想反而自由 你反而更成熟 更看到原本沒看到的自己 那我覺得這張專輯很精彩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每個人都在裡頭 我們都可以看到自己在這裡面的一個角色 然後甚至看到自己未來可能的角色 那當然你也會去看自己過去某一個時間點 不管你是高中的時候 那種很叛逆 剛開始學學完搖滾樂 或者想要去挑戰整個世界 到你後來也許開始社會化進入世界之後 你也會享受到這世界帶來的美好 還有它其中的殘酷 我覺得大正實寫這張專輯 你看到了這個 那大正你跟客人的歷程有哪些一樣跟不一樣的地方 你的青春 你原本就還沒有 還沒有在加這個脈絡裡面變成一個父親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什麼樣的人呢 蠻義無反顧在實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然後比較多的面向是看見自己的需求跟渴望這樣子 對 有點像客人這樣講 就是說想做什麼就想去實現也沒有在怕什麼 不會怕說自己 其實我覺得應該怎麼講 我是一個蠻拼命的人 怎麼說 你說創作很拼命嗎 大家看到 我其實做什麼事情都蠻拼命的 就是如果 如果我想要完成什麼事情 我會用命去跟他拼 用命去跟他拼 對就是 你是說那種爆肝不睡覺啊 那種創作 還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個理想的話 其實你沒有在考慮自己個人生命 對以前是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是 我是真假掉的啦 因為你是很固執啦 對 所以 以前的話比較 不管 不會去看背後 總是看前面 可是 有孩子以後就 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你會顧慮會比較多 對 那是因為要為了孩子好好保守自己 因為孩子需要你嗎 是這樣嗎 為了孩子保守自己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羈絆吧 就是 就是你知道你現在不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什麼事情可能要權衡一下 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 如果 以前都會覺得工作很忙很滿 然後 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是很棒的 現在還是這麼覺得 可是 你就會覺得真的要這麼忙嗎 就是 你 我是很喜歡工作的人 可是 如果現在可以讓我365天都工作我要不要 我其實 我就不會想了 我希望工作180天就好了 因為180天可以 跟一般孩子成長 我覺得可能 可能歷程上是這樣子 可是 我講的 我很拼命就是 我以前不會想休息的 我沒有任何休息的需求 我喜歡一直做 一直做這樣子 那 一直做的過程中 我會得到快樂 我會得到 滿足 所以這幾年我也學習 怎麼把腳步放慢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對 那這些感覺 這些心情 有出現在這張專輯裡面嗎 我看到 那你這邊說 他說 其實創作一開始的出發點 又想說 把孩子這個訊息放進你的音樂 是不是 然後人生 他們以後長大之後 這些歌 他們在聽的時候 可以聽到 你把他們放進去的 這樣子 就像這位寫書 我也是把小孩寫進去這樣 因為已經是 大家知道 做節目也是 願意一起主持 對不對 主持越來越純熟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那個歌曲 不過你剛剛也有聽到 我有聽到你說 這裡面還有還沒經歷的 對不對 就從出生到死亡 對啊 這裡面我們來看一下這幾首歌 所以一開始是 人間條件是第一首嘛 對不對 所以人間條件講的是 人間條件講的是 歡迎孩子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我對他自我介紹 就是 歡迎你來到這個世界 你的爸爸是一個音樂人 然後 當然我在講述的是說 我沒有當過爸爸的時候 我手上抱著一個新生命 我心裡在想什麼 那我就會有滿滿的期許 在這首歌裡面這樣子 那主要為什麼會叫人間條件 就是其實我們活在這個人間 你要經歷的東西很多 真的很多 每一天都是學習 但是如果 你足夠深思熟慮 把一些規則去 我說的規則 不是別人去規範你的 而是你心裡面的那個原則 去確立以後 你比較不容易迷惘 所以在副歌的時候 對抗這個 緣分或者是積運這些事情 但是你可以做的是 你用真心去對待每一個人 所以你就不會感受到 呃 你就不會感受到 應該怎麼說 遺憾嗎 對 你就不會感受到遺憾 因為你總是有 呃 用真心在看待這些事情 所以當 那如果真心多錢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很冷靜的嗎 這是有時候孩子的問的 因為同學也會 他的真心對同學也會多錢 是 對啊 欸 我孩子怎麼問我這種問題 我現在想 欸 我應該拿大政策給他定喔 你剛剛講那句話 我很感動 對 因為我覺得是說 這是我們活到這個年紀 才會有的體悟啊 就是 呃 當然有很多時候 特別是年輕的時候 人際關係帶來的挫敗真的很大 對 可是 回過頭來去想去歸納 如果我真心的對待了 然後還是遭遇了 比如說誤會也好啊 或者是 還是遭遇了背叛啊 我起碼問心無愧嘛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心理的舒服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 嗯 對 所以 嗯 裡面歌詞也有講到 社會在走 不可以 摸爛 一時的運氣 沒有定義運命 嗯 就是 就是你 不要太受 每一天的 這些 呃 高高低低影響 就你如果大方向是在那裡的時候 啊 你可能要盡可能讓自己在 呃 嗯 我覺得是學習一個 穩定前進的 方式 自處的方式啊 所以 呃 這首歌大概就是 就是把 把 我自己的 這些 呃 人生的原則 記錄成 歌曲 然後 呃 這首歌的最後是 告訴孩子說 啊 我希望你可以很自在 的 呃 在這個人間 體驗 然後 呃 勇敢的去 夢想 敢 勇敢於去夢想 然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會在你後面 那這首歌大概是 在講這樣的內容 哦 我覺得三四好棒哦 想到你抱著那個 娃娃 我讓大家休息一下 那我現在來問一下建章 所以那一天的那個搶聽會 是所有的歌都有 在裡面出現嗎 哦 對 所有都有 所以一開始就是人間條件 欸 哇 你講的我也沒想到 對 因為他一直電話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嗯 我們在跟魯導說 有這個搶聽會的時候 他給我們一個非常關鍵的建議 他說你這個一定要拍攝下來 所以 我們在那個搶聽會前 有一場是 只有一個攝影師 他用第一人稱視角去把整個 呃 整個記錄下來 所以現在放在YouTube上面 其實看的到 你解釋一下 對 你那個搶聽會為什麼會做成變成像是一個戲劇 一個沉浸式的戲劇 對不對 他就他其實就是在一個真正的家 的 對 其實我我簡短的講 嗯 這個影片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YouTube去搜尋 啊 滅火器 然後 呃 佳和萬事心 沉浸式 搶聽 好 就大概這幾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找到這支影片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型態是因為 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其實這張專輯的內容蠻細膩的 所以身為創作者你會希望 呃 當他要呃 走進這個世界 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專輯就 我覺得每個創作在被發行以後 好像孩子長大了 他也是一個baby 對 他長大了 就是 就是他會開始走進這個世界 他會 他會 跑到誰的耳機裡面 你不知道 他會跑到誰的喇叭裡面 你不知道 可是 他出去以後會有他的記憶 他會跟別人的生命產生共振 我覺得這是創作最有趣的地方 但是在 這個 他的 發行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瞬間是 你所能 為他做的一些事情是 已經最後了 就是你要怎麼樣 讓大家 可以 最 完整的去感受到這些 訊息 是我們必須去準備的事情 但是一般的 只是吃吃喝喝啊 然後放放音樂 我覺得會有點可惜 因為 坦白說 現在大家的專注力比較短 那我就在思考說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強迫大家 被 去理解到這張專輯所有的內容 所以我才用這樣卑鄙的手段 就是 就是用 曾經式的搶停派對 大家去到那裡 他並不知道 欸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 所以他跟著這個 劇情在走 然後這個 美術佈置的場景 跟音樂是完全可以融合的狀態 好像 在短短20分鐘裡面 又走了一遍人生這樣子 總共只有20分鐘 我記得你可以介紹一下 那天你看到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表演 我覺得一開始很有趣 他找你去一個 舊大樓 舊大樓 很舊的大樓 然後我們從那電梯出來的時候 哇我光看到那旁邊的窗戶 我都馬上趕快拿起手機拍 因為就是你很少看到那種洞洞窗 然後等到門終於打開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是一散一散木門 然後狭長的走廊 突然就拉你進去一個 你知道地板還是那種木頭 一片一片小小片的拼層的 然後一個 一個爸爸正在佈置嬰兒床 然後在那邊弄那個嬰兒床 我就哇完全整個 那那個爸爸是 就是他們有 他就是一個舞台劇的N1 然後他就在你面前喔 他就離你大概只有 我看有沒有20公分 他就在你面前在那邊佈置 然後 他的走位嘛 他走位的時候你還要閃閃 然後但很有趣的是 對 因為我怕我會躺在那邊 然後他好好玩 你就好像一個鬼 進去人家的家庭裡面 我覺得那個經驗非常的棒 非常的精彩 大家如果有機會真的去網路上看一下 大正的那 講的那個影片 他就好像一種你知道VR一樣 你就進到那一個時空裡頭 你看到一個爸爸為了欣賞兒在那邊佈置 然後想到什麼 又趕快跑去 金頭啦 什麼皮啊 然後弄好之後 忽然想到 他拿起電吉他 對著嬰兒床彈 我那一瞬間眼淚都要爆出來 因為我對我女兒做過一樣的事情 就是 他還躺在那裡 就是無法動來的時候 他就聽過我彈電影 他 我那一瞬間 然後突然間這個演員 又衝出這個環境 跑到另外一個房間 我們就跟著他走 跟著他追著他跑 然後到下一個 欸 怎麼又是另外一段人生 哇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跟那個曾公曾文成 我們是到那個給女兒 給女兒那首歌的情境裡頭 他其實就是女兒出嫁的一個環境 他也看到爸爸穿插 哇 很經濟 可是 眼角眼淚就一直要滴出來 一直要滴出來 然後又想要去控制一下場面 然後全家在那邊拍團體照的時候 我跟曾公娘對抗 我們娘都在哭 我跟你說 你說的這段 我一定想要抒發一下 你今天練不不來 通常那個太太 我們會一起聊 你知道嗎 所有你們這些女兒控 你家都女兒控 你們這些 我們黨也是女兒控 所有你們這些女兒控 你知道我太太們 你知道你太太我們 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說 沒關係啦 好了 女兒控 等到女兒出嫁的那一天 看你們有多痛哭 我們就是會聊這個 好可怕 好可怕 對啊 女兒出嫁的時候 當然媽媽也是心疼 對 對 但是看到你們這些 一向把老婆放在那個第三順位 沒有 都放在天上 對 放在遠遠的 沒有 我們都被你們趕到天上 然後那個 那個 就只有女兒啦 好 對女兒控 我們真的 他太喜歡 大家一定要聽給女兒 如果你老公是女兒控 你對他很多的不滿的話 來看看他們嫁女兒的時候 承受多少心靈的壓力 我們就會覺得非常好 非常平衡 而且給女兒的MV 我們很榮幸的請到Curt 來幫我們 來幫我們 我拜託 拍攝 我拜託他們給我拍了 我拜託 大家真的說給我個機會 你拍了什麼 你怎麼呈現你想要呈現的感覺 這還不能爆雷 還不能喔 還沒出來 這支還沒出來 大家會哭哭的 真的 好 那我們不要講內容 你說你接到這個時候 你自己勾起了什麼樣的想法 你覺得要透過這個 那個你想要大家看到什麼樣 溝動大家什麼樣 我覺得其實就是我們的生命 總是會過去嘛 那你能對抗時間最大的武器 其實就是創作 那我看到大正在創作 你知道 你看到一個創作者 那麼認真地在創作的時候 你也會想要學習他 你也會想要跟隨他 所以我用影像來試著 試著去襯托大正的歌 然後我生命裡面非常多 你忍不住想到就會掉淚的那些畫面 我拜託攝影師 拜託演員們 幫我讓他出現 讓他讓他 進到每個人的心裡頭 然後回到大家每一個人 我認為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總是某個人的孩子 然後只是在這世界上 我們的工作 然後世界常互常讓我們忘記的 其實我們是某個人的孩子 你應該要善待那個孩子 你可以好好對待你自己 你也可以好好對待別人的孩子 我覺得那是大正的創作裡頭 最感動我的 那是一種愛 不只是對女兒愛 而是博愛 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不管你多討厭 多不喜歡的那個人 都是某人的孩子 你可以好好對待他 但是你在創作的時候 你兩個孩子是一個女兒 對 他是兩個女兒 老大是女兒 老兒是兒子 老大是兒子 兒子是大骨香瓶 人間條件裡面有演 他那個MV 導演就最後生來一筆 他說你最後ending講這個 就是 我的要求不多 你跟大骨香瓶一樣厲害就好了 這樣 那是一個導演的小巧思這樣 是 那你覺得這些生命的轉化 那在創作上 你會有不一樣的方向嗎 你剛剛已經說到一些嗎 包括說你自己的轉變 或者想把孩子這個訊息放進去 也想留下訊息給千千萬萬的孩子 那再以創作來講 例如這一次 我們剛剛聽到有概念嘛 然後歌詞非常的動人 在曲風上 就是在音樂上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的方式是 讓你最能呈現這種 我覺得他聽起來是很溫暖 然後就大鮮媚嘛 那在音樂的風格上 你怎麼去選擇 其實我覺得一個 樂團做了二十幾年 他一定有自己的 蠻 蠻 怎麼講 一定有自己的個性 對 是很難轉換的 所以我其實沒有太去思考音樂性的 你會怎麼形容你們的音樂個性 我覺得 如果要用形容詞的話 我覺得會是 真誠吧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從以前 我們剛開始玩樂團的時候 就是幾個高中同學 沒有什麼目的 就是 喜歡混在一起 好朋友混在一起 然後一人學一個樂器 然後 就是 在地下室裡面弄 冰冰彰彰彰這樣子 很好玩 然後 那要寫什麼歌 那個生命階段 面對什麼事情 比如說 補習很煩啊 然後覺得教育體制哪裡有問題啊 然後就憤怒的去發洩出來 慢慢的成長以後 進到社會有這個 社會不公 有一些 焦慮 那可能就寫一個 覺得自己是比較 出出社會 然後 比較無力者的角度 去做很多的控訴 那 接著 成長到一定的年紀的時候 開始可以去寫一些 那個人生階段 對很多事情的感想 所以 一直到 到現在出到第六章了 我覺得 有一些事情本質還是沒有變 就是你的人生走到什麼階段 你就去分享什麼事情 所以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設計 就只是說 現在時候到了 有這樣的創作動能 那 來把現在的人生階段的一些感想記錄下來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所以 未來在更老的時候 會有更老的觀點 有一些你的孩子 青少年不知道會不會叛逆你 然後時候我們好想聽你的聲音 那個 建章的小朋友 慢慢的進入青少女期了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有啊 他現在指導我的時間 比照顧我的時間多了 本來通常人家問我說 他說啊 你女兒怎麼樣 他說他很照顧我 就是他現在指導我很多 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們等一下再來聊 因為 我的女兒跟你的女兒是童年嘛 所以我們常常會稍微交換一下 等一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後一段 你知道在腳本上的標題是什麼嗎 腳本上的標題是 如見這張導演加大政問題結合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合體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加和萬事新專輯融合了導演的撰文 你有給人家撰文 有些文言 你不是寫歌詞 你是些宣傳的文言 然後還有大政的音樂創作嗎 你們之間的合作過程和彼此 這是些藝術互動 我們不要侷限藝術互動 你們兩個在合作上 我想對彼此的那個創作特色的感受是什麼 我先說好了 好 時間老了大政 我自己是很感動 因為我讀過版本隆一的自傳 那版本隆一其實除了是一位音樂大師之外 他也做非常多的配樂 那每次所謂的電影配樂 其實就是跟電影導演的對話 那甚至你是提出另外一個作品 好去對話另外一個作品 所以我覺得我的工作跟版本隆一很像 我就是一個配樂 主體是音樂 你聽說你自己是版本隆一 敢這樣講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我想要像他一樣 好 所以我覺得通常跟版本隆一一樣 就是說你是因為電影作品被啟發 那我也是因為大政的作品啟發了我 所以我覺得那個能量最大是來自於大政這邊 所以我想要讓大政多聊一些些 我覺得這次為什麼會想找盧導來撰寫文案 就是盧導當然是文案大師 所以他是夢幻首選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文案大師 他是文案已經不是人類 我只是四字而已好不好 你怎麼說 神奇 神奇 小看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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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你這樣小看八字 大家都說文盲 沒有你怎麼會不會說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就像我們剛剛上一段有聊到 專輯要出去了 你就是跟這個孩子說幾次 你幫他煮油杯 但是他要出去之前你準備的東西很重要 讓他處理的角度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找到文案也是一個環節 這個MV也是一個環節 所以當然真的因為 說實在我跟Curt算也知道一段時間 也是蠻聊得來的 但是坦白說我還是時常讚歎他的功力 對 對 這是真的 你文案到底是跟誰 沒有啦 我會動這遺書的事 文案就對了 我都會去想說 其實地球很小 然後資源很少 如果可以我們不要資源浪費 我們要環保一點 那我覺得好的作品啊 你如果可以用恰當的方式 讓他被人們認識 其實就是一個環保的做法 所以我的工作 其實比較說起來是 資源重分配 就是讓 你不要說這超像 我唸一下 你照這個文案 是啥 我就很疼啦 好嗎 不好意思 你未必會生孩子 但你一定是某個人的孩子 你甚至可能一輩子都是孩子 而那既沒有問題 更無需懷疑 是你最初的身份 早在有身份前 你就被愛 早在聽之前 你就在這張專輯裡 然後接下來是介紹專輯 沉淀近四年 再次推出新作 加和萬事心 滅火器在直擊心靈的龐克樂聲中 加上更直視人生的心境 滿溢出來的情感 激烈奏語的積點 激昂深刻的唱腔 從靈魂內裡翻出的詞句 沖刷出最滿的心意 你將意識到 你是你人生最大的轉折點 遠至加州錄音室製作 國際級的製作水準 還有台灣在地氣味 在人生的每一個時間點 新生兒洗禮 婚禮葬禮 可能連離婚也可以 人生十點一應俱全 每一首歌你都可能會唱 每一件事你都可能要經歷 當那情境來了 音樂一下 你會走過一招 有意識的活著 並牽掛著 最後這兩句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經典 很愛很愛的 你會莫名想和他做家人 而那個莫名做家人的 你會很愛很愛 那叫個好笑 那叫個好笑 很難相信 很難相信 這裡真的有創作者 有時候 為什麼說那個有神來之筆 神來之筆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建章 用心的體驗跟介紹 今天大概也沉浸式體驗了 那大家可以來關注我們這一張專輯 加和萬世新還有MB 還有之前Youtube這個 曾經世的體驗 會給你非常不一樣的感動 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如果各位聽眾朋友 有喜歡這一張的創作的話 其實也很歡迎到我們的演唱會來 演唱會講一下 我們8月5號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舉辦這個一生到底演唱會 那這場演唱會其實就是把 整張專輯的架構變成演唱會的形式去呈現出來 好棒 然後為什麼叫一生到底呢 其實我們想的就是 人生其實就像一場一鏡到底的電影一樣 所以我們整個演出的製作會往 一個比較影像感 比較電影感的方向去做 所以歡迎一起來參加這場人生的電影 來購票系統 拓圓 拓圓購票 對 上網都找得到 好 只有一場 只有一場 對 高雄很好玩 它是今年 我們今年唯一一場大型演唱會製作 好 大家一定到 全家一起去喔 全家一起到 很好玩 高雄現在很好玩 來看滅火器一生到底演唱會 Yeah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